前段时间因为浪姐翻车的陈晓云 最近又上了另一档真人秀节目 本想借这个节目强行洗白赖着 可没想到竟然越苗越黑 强忍着不是看完了陈晓云的整个生活记录后 我只总结出了一个字 装用凉水泡浇也就算了 才一人被爆出各种天价薪水残废之后 陈晓云却依然在节目中大吐苦水 说自己已经失眠了整整四个月了 而至于为啥失眠呢 别问问就是因为浪姐 被骂得太惨压力太大了 我这整个四个月我基本上都在失眠 就是这个节目带给我的这个舆论 这个心理的压力就是比较大 而如果真照他所说 白天高墙都训练20个小时 晚上要整夜整夜的睡不着 次日开工又精神的过了头 那长时间身体不就垮了吗 可人家没有 就算是四个月睡不着 那依然还是个坐天坐地的小仙女儿 行就算她的身体素质好 那为了能解决失眠的困扰 怎么都得想想办法做点什么吧 肯医生吃药心理治疗环境压力 这些她统统都没有 为了能够快速入睡 她开始了一系列迷之操作 除了看书外 运动 唱歌 跳舞 越做越得劲啊 但我只想说 睡前做这么激烈的运动 能睡着才有鬼来着 果然呢 三更半夜还在积极训练的她 不但没有收获好感 反而还有不少人骂她做 可这还不是最致命的 长得以前她的团队开会 商量决赛时的造型问题 可陈小云却无缘无故地 自嘲起了自己的茶过 A过 甜过 性感过 然后又签过 我就觉得 也绿过 绿过 查过 聊到成团业要求集体许愿 希望自己别再被骂 而之所以会被骂得这么惨 是因为浪解节目组的剪辑问题 至于为啥在网上回对网友 原因也非常简单 骂我可以 骂我父母不行 大家都许个愿吗 希望我不要再被骂了 希望节目组给我剪辑的 会招观众喜欢 可以骂我行吗 家人不行 虽然看似是在强行自黑 来为之前的绿茶行为洗白 可她的回应 绝大部分都是觉得自己 一点错都没有 就算别人骂我 那我也总能在别人身上找到问题 人家在那说着合照的事 她表情浮夸 边听边翻白眼 强强解释 演员就是比平常人会长好看的角度 我是演员 我当然知道自己的哪个脸 哪个侧面 哪个45度角是最好看的了 这个最好看的脸 我一定要给镜头 这是我的职业道德 说起这照片的事 还是得回到浪解录制中 之前在节目上 陈小云一位歌词 和荣祖儿杠出来 最后争执的结果就是 陈小云离花带鱼哭气气 荣祖儿蹲下身说对不起 事发后 陈小云因为绿茶 而被网友给喷得不行 可这时候最好的处理方法 应该是保持沉默 因为只要说了 那就会错 可这陈小云又是咋处理的呢 团队点赞搞不出水花后 她又亲自下场 把荣祖儿拉下了水 最后的结果就是 好不容易弄到手的大眼 给作没了 反正因为她会吃一千掌一掷 老实一站子 可没想到 就在浪姐收官之际 她又再一次出创举 晒出了几张 堪称是 无美颜无缕镜的后台照片 可心机的是 陈小云在每一张照片中 都独美 至于其他的姐姐 各个颜值下滑的像老阿姨 这种强烈的对比 就算是她如今 能说出花儿来 那也显得非常的苍白无体 况且扯着扯着 最后变成了 关于她美答答的讨论 曾是姐妹弄眼的 强调自己在一人堆里长得 还真不算好看 演员里边 我全都不是长得好看的 对啊 没错 的确不是自己长的 因为女生批图只批自己 陈小云的心机程度可见一斑 所以在成统业前两天 她的团队 逼她卸载了社交APP 而她也表示 因为不想看到负面评论 所以一直就没有再家伙了 可在总局三十天 没有微博的她 不仅发了美照 还把小尾巴 改成了关你屁事 搜 这难道是工作人员 还嫌她被骂得不够惨 还是说装受害者 卸载微博全都是假的 无论是她说谎也好 作戏也罢 这次安排的洗白方式 从头到尾算是完全白费 没有表现出一丝丝愧疚自责 能被骂成这样 完全是怪网友 就这样的人 还咋指望 她能长点脑子 不着黑呀 你们说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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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